世界上有许多地方禁止民众拜访 一些是因为宗教的问题 一些是因为政府或私人机构的机密问题 另一些则属于个人安全问题 这些地方往往因为禁止人们进入而引起公众的强烈好奇心 令他们显得更加神秘 以下为大家介绍八个你不被允许拜访的神秘地方 约贵又名契约之贵 是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圣物象征着耶和华的灵寨 公元前587年 巴比伦仍摧毁了耶路撒冷 约贵也因此失踪 圣经并没有说明约贵的去向 一些学者认为约贵已经被捣毁 另一些传闻则说 约贵如今存放于埃塞尔比亚阿克苏姆市 西安圣玛丽教堂内 西安圣玛丽教堂 初建于公元四世纪 后来经过多次重建 如今所看到的西安圣玛丽教堂 包括一座重建于16世纪的旧教堂 一座据说存放约贵的小教堂 以及一座建于1950年代的圆顶大教堂 这座据说存放约贵的小教堂 名为书简一拜堂 长期不让人进入 2009年 探索频道曾经派遣拍摄队伍 来到这里要求观看约贵 但被当地的传教士拒绝 因此 约贵是否真的存在 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据说 约贵被埃塞尔比亚首位国王 孟尼立刻一世带到埃塞尔比亚 后来存放于西安圣玛丽教堂内 在这里 只有一名守护者可以接触约贵 这名守护者由前任守护者所任命 终其一生都住在这座礼拜堂内 守护着约贵不得离开 并对约贵进行祈祷和现象 如果守护者还没来得及任命继承者就死去 那么修道院的僧侣们 就必须投选出新的守护者 延续这项任务 波维利亚岛 是一座位于意大利北部 维尼斯和利都之间的小岛 公元421年就有关于它的历史记载 当时有一批难民迎战乱而逃到这座黄岛上居住 后来 岛上的居民慢慢增长 一直到1379年 维尼斯遭受日纳亚舰队的攻击 岛上的居民迁移到其他地方居住 随后的几个世纪内 波维利亚岛一直无人居住 一直到1776年 维尼斯有两艘船舰爆发鼠疫 波维利亚岛被改造成临时收容所 隔离这些船员 从1805年开始 以及随后的100多年 波维利亚岛被改造成永久性的瘟疫隔离所 主要隔离鼠疫 天花 肺结核等严重的传染病 不少人也因此死在岛上 1922年 波维利亚岛被改建为精神病院 后来也用作疗养院和护理院 一直到1968年才关闭 此后 波维利亚岛曾经短暂的用于农业 然后就完全废弃至今 如今的波维利亚岛是一个无人废墟 岛的周围有一些破损的篱笆和告示牌 禁止人们进入 但仍然有不少喜欢冒险的人士闯入岛内 因为这里据说是全球最闹鬼的岛屿 也是世界上最闹鬼的地方之一 莫斯科二号地铁 是传说中的莫斯科秘密地铁 建于斯大林时期 为了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核子战争 据说莫斯科二号地铁 与现有的莫斯科民用地铁平行 但比民用地铁深得多 现有的莫斯科民用地铁最深84米 而莫斯科二号地铁则深达50到200米 这个秘密地铁连接克里姆林宫 卢比扬卡广场 以及弗努克沃国际机场等重要国防基地 以便苏联或俄罗斯官员遭受核攻击时 能迅速离开现场到核庇护所 据说莫斯科二号地铁通往莫斯科西部 一个位于拉门基地区的地下城市 也是一座可容纳15000人的核庇护所 有种种证据显示 莫斯科二号地铁确实存在 1994年 一个城市探险组织 找到了莫斯科二号地铁的其中一个入口处 后来有人发现破损的隧道和地下建筑物 其中一条废弃的地铁路线名为D6线 被认为是莫斯科二号地铁的其中一段 也被城市探险者发现 1991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一份报告 似乎证实了莫斯科秘密地铁和地下城市的存在 这些地下设施建于200至300米深的地底下 俄罗斯军方官员平时也在使用 在美国加利弗尼亚 旧金山北部的蒙特里奥地区 有一个占地1100公顷的波西米亚俱乐部 坐落于波西米亚大道旁 一个名为波西米亚树林的红山树林内 这是一个堪称全球最隐秘的男士俱乐部 沿近外人进入 波西米亚俱乐部只有2700名会员 当中非权则贵 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前总统、政要、企业家、金融家、科学家和知名艺术家等等 自1879年以来 每年7月中旬 这里都会举办一个为期两个多星期的营地活动 出席者包括一些最知名和杰出的人士 在聚会期间 会员们适合玩乐、畅所欲言 如果他们想发言 他们都会被安排发言时间 根据一些人士爆料 由于他们都是公众人物 一些平时不敢做的疯狂举动 都会在这里发生 包括在树上撒尿 会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协议 绝不对外透露里面的细节 大家完全可以畅所欲言 1942年的曼哈顿计划会议 曾在这里讨论 该会议随后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 除此之外 这里的会员们也可以在俱乐部的空档时间 既没有任何活动被安排的时段 携带配偶和家人来到这里 但女性和未成年人士必须在晚上10点之前离开 可口可乐公司的可口可乐配方 是一个严厉保密的商业机密 可口可乐公司的创办人阿萨堪德勒 自1891年就开始了可口可乐配方的保密工作 虽然市面上流传着许多据称为可口可乐的真实配方 但可口可乐公司仍然坚称 该公司的配方并没有泄漏 它仍然是一个机密 只有极少数被授权的人员知道 真重的可口可乐配方 如今收藏在一个保险库内 这个保险库位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一栋名为可口可乐世界的展览馆内 可口可乐世界开业于1991年 第一年共有大约900万人次到来参观 如今虽已逐年减少 但仍然是亚特兰大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这个展览馆的入口处 有一个厚重的缸门 进到里面之后 能看到各式各样关于可口可乐的历史和物品的展览 在展览馆的其中一端 有一道铁门 铁门打开之后 你能看到里面有一个保险库 这个保险库首位森严 有许多防盗锁 密码和掌纹扫描锁 24小时无装首位 游客们不允许太靠近保险库 如果你有本事制服警卫 打开这些防盗锁 你并不会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可口可乐配方 反之 你只会得到一张地图 这张地图会带领你去到可口可乐配方的收藏地点 听起来确实疯狂 全球唯有可口可乐公司会这么做 这更像是一种商业噱头 位于土耳其的冥王星之门 是一座历史遗址 建立于一个会释放毒气的洞穴上 1965年被考古学家发现 在古时候 人们认为这个毒气洞穴 是通往地狱的通道 而洞穴内的毒气来自于冥王星 因此 人们在这里建造一座庙宇 名为冥王星之门 并在这里进行动物牺牲仪式 利用毒气杀死动物 冥王星之门位于土耳其西南部棉花堡附近 估计建于公元前190年 如今已经破损不堪 在这座遗址中 有一个毒气洞穴 至今仍然保存完好 在这里 人们将动物捆绑在绳子上 放入毒气洞穴中 然后又将它拉上来 被放入毒气洞穴内的动物 没多久就会窒息死亡 即使到现在 考古学家发现 洞穴内依然散发着致命的毒气 不少鸟类在洞穴周围因吸入毒气而死亡 这是一个很小的洞穴 只能容许一个人爬着进入 洞穴上方被一块水泥板覆盖 水泥板上方是一座拱门 至今仍然保存良好 水泥板下方有一个四方形的通风口 源源不绝的刺鼻气体从这个通风口散发 这些气体含有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 源自于地下地质活动 人们如果进入这个洞穴内 每几分钟就会窒息死亡 朝鲜是一个极度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 外国人对朝鲜内部所知不多 虽然自1998年以来 朝鲜逐步开放旅游业 但游客们不被允许自由行 他们必须由官方的导游或检察员带领 只能参观朝鲜政府想让外界看到的旅游景点 如今 朝鲜每年吸引大约10万名游客 其中以中国和日本的游客居多 朝鲜对外国游客诸多限制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游客 但对中国的游客则比较宽松 游客们不被允许随意拍照 不能任意游览 不得向当地人散发任何物品 出境时还会被检查相机 因此 朝鲜有不少地方依然保持神秘 其中最神秘的地点莫过于39号房 39号房位于平壤市朝鲜劳动党总部 是朝鲜劳动党属下的一个重要机关 这个机关由朝鲜最高领导人直属 主要负责朝鲜在海外的地下经济活动 比如秘密出售毒品 伪造货币 伪造香烟以及出口军火 让朝鲜得以突破国际经济制裁 获得足够的资金开发核子武器等争议性的国家政策 39号房创立于1974年 当年对外宣称是一个主管对外贸易的政府机构 如今大约共有120家公司 作为39号房的下属 几乎垄断了朝鲜所有的矿业 农业和水产业出口 根据报道 在39号房的主导下 每年大约有5亿美元的防制品 贴上虚假的中国制造标签出口到海外 2007年的联合国报告 朝鲜政府每年在39号房所主导的非法活动中 赚取了5至10亿美元 这些非法活动包括售卖假美钞 冒牌药物 售卖冰毒等毒品 2015年 欧盟制裁了韩国国家保险公司 据称这家公司与39号房有关联 这家保险公司在欧洲各地设有办事处 并涉及了多项诈欺活动 其中包括向国际保险公司 寻求再保险合同 然后进行伪造文件和欺诈性索赔 每年骗取了数千万美元 据报道 估计有5万名工作人员 被39号房安排到国外工作 这些工人每年为朝鲜带来了5至2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 除了这些之外 39号房也可能涉及网络黑客攻击 以及加密货币活动 漫威石球皇家空军基地 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监测站 也是英国最神秘的地点之一 位于英国北约克郡 建于1954年的冷战时期 由英国和美国联合建立 当年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截取和窃听苏联的通讯情报 冷战结束后 这里演变成一个国际恐怖主义侦察中心 导弹拦截和预警战 以及美国空军和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营卫星的地面站 除了这些之外 这里也是情报收集和分析系统Echelon 俗称梯队系统的重要据点 Echelon最初是一个秘密的政府代号 后来演变成一项由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和纽西兰 共同签署与合作的情报收集系统 以上这五个国家也被称为五眼联盟 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历史溯源 Echelon成立于1971年 最初的目的主要是监控前苏联 上世纪90年代演变成 拦截死人和商业通讯的全球系统 欧盟议会的报告书曾经指出 Echelon似乎能够全球性地截取公众的电话、网络、卫星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其他数位资讯 并监控其中的内容 漫威石球无疑是Echelon最大的据点 另外两个据点分别位于美国和澳洲松树谷 漫威石球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地区 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进入 他们一般是英国国防部官员 美国国家安全局人员 以及Echelon的官员 这里拥有广阔的卫星地面站 一颗颗白色的球状建筑物 其实是天线照 当地人称之为高尔夫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